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旧版的玩评论给它完结掉 毕竟观众陪我们都已经留下了这么多精彩的评论 这边的话顺便公布一下下一期的主题 下一期采用的是新版全面战争模拟器 所以不要搞错了 下一期的主题就是克隆人 对了 这边先顺便说一下全面战争模拟器和玩评论的更新频率问题 首先这个全面战争模拟器 它的更新频率其实已经很快了 你看相比其他游戏 绝对是非常非常快了 其实全面战争模拟器这个游戏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偏爱 你们可以发现最近更新的几乎都是全面战争模拟器 相比其他游戏非常的快 但是这边必须要说明一个点 就是我不是单纯做全面战争模拟器的up主 我的主线还是单机游戏和独立游戏 所以的话这边希望大家了解一下也谅解一下 还有就是玩评论的更新周期问题 目前来说这个全面战争模拟器新版的它还没有到达一个稳定的版本阶段 所以的话呢玩评论更新起来就会实施起来很困难 可能这个评论刚评论出来第二天 哎呀这个兵种它数据改了 它不像之前这么厉害了 这个评论就会变得很不平衡 所以这个新版的玩评论就一直没办法展开 预计的话呢 应该等到全面战争模拟器进入一个正式版阶段 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玩评论 可能是一周两根或者一周一根 不过这段时间让大家就一直等着 好像也不算特别的好对吧 那这样吧 如果说这期视频的玩评论到了2000个点赞 那么就更新下一期 下一期也是如此就依此类推吧 行吧 那这边废话不多说流浪地球本期的第一条评论 流浪地球的计划启动了 红健身为一名重要工作人员 由于懒一直咕咕咕 一天他的粉丝和上级找他算账 但红健仍赖账 哇这位同学你能不能摸着良心说话 我一个月至少20个视频哪里咕咕咕咕了 于是他们便干了起来 红健方 一个光剑红健 100个农民表弟 粉丝和上司方 20个拳击手 上司 70个武士 粉丝 旺帅帅搭红健采纳 这位同学最后一句话还有点良心 看这架势我还真不知道哪边会赢 两边人都挺多的 而且的话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 旧版的垂面认证模拟器了 各兵种的参数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哎这个武士怎么回事 哇这个武士他是表演了一个空中飞人就飞过去了 哦我懂了 可能这个武士他有妄想症 以为自己是一个炮弹 然后自己就飞过去了 可惜没有炸到任何人 这边的话呢双方已经扭打在了一起 目前来看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的人员伤亡 有有有有有大的人员伤亡 呃不是我在这个新版里面 对吧就就就就那样了 你你旧版怎么还 算了我也习惯了啊 我也习惯了 哎不对我就不信了 我这边再放一句狠话 如果说农民方输了我就吃屎 哎这怎么可能输吗 你看这么多农民对不对 哦我不说话了我不说话了 厂商还有谁还有谁活着 还有谁活着 哦还有一个农民 还有一个农民 哦农民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输得很惨 这个武士会暴跳起来把你击杀 农民你等死吧 去死吧农民 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哦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不能乱说话不能乱说话 我差点就骗吃骗喝了我的天 观众朋友们我差点就骗吃骗喝了 吓死我了 哇 怎么回事啊 这个太恐怖了 天呐科学无法解释呀 不行我这边要解释一波 刚刚我的意识一定是一种量子态 这个量子态肯定是干扰了 全场最佳 红剑红在流浪地球中 碰到三体文明 然后发起战争 肯定是三体文明发起战争 肯定不是我们发起战争 我们人类是热爱和平的 对不对 红剑方 红剑一位M16 表弟一位火炮 剩余50名火枪 这位同学 我觉得你的语文老师 一定不想承认你是他的学生 三体 一个光剑大师 一个防弹塔 等等 还有十个小手枪 献给 献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白给的意思吗 哦应该是贡献的献啊 献给 宇宙第一帅的男人 红剑 哇塞 我的帅已经上升到宇宙级了吗 话说宇宙的审美是什么样的呀 决定这场战争胜利的东西啊 明显就能看出来 对于人类来说 就是大炮 如果说大炮 能击杀掉这个反弹塔 哎 那么人类肯定能赢 如果说反弹塔击杀了大炮 那基本上人类就很难打了 这个反弹塔和这个大炮 就是整场战争的核心 漂亮 人类射出了第一炮 没打中 哦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个核心 就是这个方块 啊 这个方块 它是一个让人脑壳很疼的东西 反正让红剑 让我脑壳特别的疼 我现在看到这个方块就不舒服 特别的不舒服 你们知道吗 导致我还有点说话恐惧 nice啊 可以了 稳了稳了稳了 这波稳了 这波操作稳了 只要那个反弹塔一倒 哎 这大炮是怎么死的呀 不过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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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稳很稳 M16还在 M16还在 他们一个光剑大师 奈何不了我们 没没没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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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最后一招 光剑大师 超牛逼的 哇塞 就问你们骚不骚 就问你们骚不骚 哇 太牛逼了 这个 无敌了 流浪地球计划开始 但是有些傻子认为 联合政府在骗他们 所以就一起发动了起义 地图 雪地地图 起义不对 100只裸体 没有武器的杂兵 草帽农民30 棒子手30 拳击手30 联合政府40名 火枪手 一个CP 那100个是平民 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希望宇宙最帅的 红剑采纳 哇塞 两个人说我的帅 上升到了宇宙级 那可能就是真的了 对不对 行了 废话不多说 最后一条评论开始 一看这个战场 我就知道 又是一场壮烈的冲锋 哇 这边这个CP 它跑得好快 这个CP它加速了 我的天 CP百米冲刺了 CP射了 我的天 有点强 哇 你看这个CP 它能射出两条黄黄的 然后相击倒下 看到没有 好像场上 基本上都是它在击杀 你们看这个战场中央 全是CP的人头 太恐怖了 这是何等的战斗力啊 就感觉排队枪壁 好像都没有抢到多少个人头 诶 这边还有最后一个 CP终结了游戏 哇 CP杀了一堆 还把最后一个人头给抢了 真是猥琐发育 冲得快了不起啊 那行吧 那么本期视频 我们就先到这里 最后一期旧版的玩评论 就结束了 这边的话呢 泪目一下 再强调一下下一期的主题 克隆人 还有就是玩评论的更新问题 随机更新 或者说单平台到2000个赞 更新 那行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订阅小铃铛 点赞收藏投币 转发分享这个视频 团结有爱 互帮互助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